本来是假定这个传输线两个平行板 它是理想的导体 但是它不可能是理想导体了 只是它的电传导系数非常大而已 既然不是无限大 那么它就会有电阻 于是它就会耗散功率 这个上面会耗散功率 现在我们知道功率 它不是从这个借电子里面这么传进去的 不是 不是从这个借电子里面往Z的方向这样传一句 我们在前面讲过 在pointing vector那里讲过 它的功率都是从导体 往借电子里面传 就是上下两个导体 往借电子里面传 那因此呢 我们看这个导体 它这个如果要有电流的话 就电流朝这边去 它有电阻对不对 有电导系数 我们就假定 它一定会有Z方向的电场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 这个来讲 Z方向的电场 就是朝这个方向的电场 那么它的H场呢 H场是Y方向 对不对 不是H场是X方向 那么所以啊 它Z cross X 它就是往这边传 所以Z cross H就是H cross E cross H E cross H E cross H 它就是往 从这里 导体往借电子的方向出来 因此我们就假定 那么这个导体呢 它会在它的表面 一定有Z方向的电场 因为它是非常好的导体 它的电场不可能在导体里面 那只有在表面 表面它就有Z方向的电场 那么我们假定这个平均的耗散功率 等于导体板上 导体板上 单位面积所耗散的功率 这是单位面积所耗散的功率 这是导体表面 单位面积所耗散的功率 我们用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它就是什么 每一秒 每一秒 Average 就是它的单位是瓦特 瓦特Per Meter Per Meter Square 它是平均功率 瓦特Per Meter Square 那这个就是 它平均功率 也是它的平均功率密度 这是平均功率密度 那我们用复数的电场跟H场 求这个Average Pointing Vector 它就得二分之一 Real AZ Z Cross AX H 这样子的 好 那 EZ 是朝这边 H是朝X方向 那么X方向 那么X方向是朝那一边 X cross Y 才等于Z 才是传播方向 那现在Z Cross H Z Z 朝这边 Cross H Z Z是 EZ 这是朝Z的方向 Cross AX 那么它就是朝Y的方向 朝这个Y的方向 Y的方向就是会进来 下面这一层就是朝这里 上面这一层就是朝这里 那么这个HX呢 其实就是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 这就等于Upper Plate 它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好 从这里 这个就是Upper Plate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也可以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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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教科书不一样 所以我这里通通写出来 那么这个Upper Upper的Current Density 就等于这个 AZ 乘下HX 那么它实际上的方向 是负AZ 那么Current Density 是这个方向 Current Density OK 这是Current Density 它用我们用这个电场的Ampitude 被AZ来除 称上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看 我们现在定义 所以导体板上的切线 分量的电场 与表面电流密度S的比值 我们称为 它是非理想导体的表面电阻 就是这个表面电阻 它切线方向的电场 被这个表面的电流密度的比值 我们就令它等于Zs 这个Zs叫做 Surface Impedance 表面阻抗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是Ez 大小是Ez 这个是Upper Surface 的Current Density 那么它就等于E over H Ez over Hx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Conductor Conductor 它的固有波阻抗 固有波阻抗 那我们也可以称是 包体 导体板上的特性阻抗 特性阻抗 传输线的两个平行板 传输线的二平行板 为两导体 这是两导体 因为它不是理想导体 但是它是两导体 而且电磁波的频率非常高 所以这个时候电流 因为电场不可能存在这个里头 所以电流密度 只在这个表面 你看 这个 上面是这样的时候 下面就是这个方向 上面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下面就是这个方向 两导体的阻抗 我们讲过 这个是一个浮数 它有real part 跟这个imaginary part 那么它的大小都一样 都等于这个 两导体 大小都是这个 所以它这个飞射是45度 传输线二平行板 为两导体 电磁波的频率非常高 这个就是我们上面写的 这个就是上面的东西 这个我们已经说 它就是surface impedance 好 那我们把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来 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来 Zs 就是hx 等于 那么它就变成 那么它就变成 这里是把 不是 把 Z 用 eta c乘hx 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两个 浮数 乘上它的complex conjugate 就变成hx的平方 变成hx平方 hx就是 upper surface的 upper plate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所以这就是它的平方 那么 因为这是取real 这个已经是real 那这个 它可以有 real part imaginary part 所以我们取real 就是取这个part 因此 average power density 就等于 ay 从y方向传播的 二分之一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平方 乘是rs 所以倒地板上 大位面积 所消耗的功率 这个就是这个 只是它 只是有大小 这个有 这个是有方向的 所以 P sigma 它就等于 这一部分 等于这个 我们现在把 surface current 因为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这个 它的板宽是w 这个是单位宽度 所具有的电流 那么层上宽度 就变成这个板上的 全部的电流 把这个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是把 lemina su 等于i over w 带进去 那么 这个值呢 它就可以 对二分之一 i平方 本来是这个平方 对不对 现在就变成 rs over w的平方 是外面 i平方 提出来 这个就是 道地板上 每单位长度 消耗的 耗损的 欧姆电 欧姆功率 两个道地板 因为这个电阻 它是存在于 道地板上 那么这个道地板上 一定是两片 上面 电流往这个方向 下面电流 就往这个方向 所以呢 单位 长度的 电阻 那应该是 这个的 两倍 两倍 因为它是 这只是 一个道地板 两个道地板 所以我们 把rs 这个字带进来 r就等于 这个字 这个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 量导体的 量导体的 这个 复苏的 impedence 底下就是 我们将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 求了半天 求什么 求这个参数 求这个参数 就是道地板上 它的电 单位长度的 电阻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传输线的 它的这个 参数 我们列在下面的表上面 我们前面两个平行板 求的就是这些 这个我们都求过 可是它有 二线传输线 有同轴传输线 那传输线的 形状不一样 那这些 直呢 就不一样 我们就不 就不去 一个一个 求它 那这些 我们将来要用的时候 我们 查表 就可以了 目前我们是先把 这个东西 这一笔平行板的 传输线 导出来 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 平行板 传输线传播的 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Wave 我们可以 首先我们就是 有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 其次的Helmerholtz Equation 那么 我们是假定电场的 它是 Time Harmonic Form 所以有这个东西 那么从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解出 电场 电场 它是这个形态 我们现在假定这个电场是 Y偏正 所以我们就写 所以我们就写 A Y 电场是Y偏正 H场就是X偏正 那H场 它的方向就是 负AX 这样子才会 往Z 往Z方向传播 E-X 这个H是等于负的AX 朝这边负A 所以 E cross H 往Z的方向 然后呢 我们 这个只要适合于边界条件 它的边界条件就是这些 这些我们都 都讲过 然后呢 我们就得到 这个Equation 这个Equation 那这个Equation 我们把这个Curve1算出来 Curve1算出来 两边的向量带进去 Curve1算出来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 微分方法 然后我们把这个积分 对不对 然后就得这个 这个值 然后这个L 它就是MuD over W 它就是单位长度的 单位长度的 自砍系数 那这个式子呢 也是一样 你把Curve H带进去 两边 这个 这个如果是去Y的话 那这H就是X方向 也是从 两边积分 对X积分 对X积分 从0到W 那得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 你说这C就是单位长度的 电容 两个导体单位长度的电容 那么结合这个式子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维分一式 这就是DV over DZ D平方V over DZP 这个DI over DZ再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这个你把它调过来 它就变成一个 它就变成一个 颇方程嘛 就维分方程嘛 我们就可以解除V跟I出来 好 现在我们知道参数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一般的传输线的方程是 我们怎么列出来 因为传输线上传的是什么 电压跟电流 电压跟电流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电压的这个 微分方程求出来 电流的微分方程写出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 一般的传输线 我们取一个 DZ这么长的一段线段 这一段线段里面 传输线 它单位长度 有电阻R 对不对 这是两个导体一起算 两个导体一起算 单位长度的电阻是R 那么它现在总共 Delta Z长 那么它就是R 乘上Delta Z 我们就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传输线 这一对传输线 这一对传输线 它的电阻 这么长的一段传输线 电阻就是这么大 它的电感呢 单位长度的电感是L 那么这个也是两个传输线一起算 所以它就是LZ L乘上Delta Z 就是代表这一段传输线里面 它的质感系数 至于这一个呢 就是代表它 这个当中的绝缘体 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绝缘体 它有杂质 有电阻的杂质进去 所以它会漏电 漏电的话呢 它就有电导 单位长度的电导 这个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因为它有两个导体 两个导体当中绝缘 那么它就有电容 这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单位长度的电导 乘上这个值 它就是这一段 这么长的一段 传输线它的电导 这一段传输线它的电容 现在我们假定在10克T的时候 我们作用在这一端 它的电流是IZT 电压是VZT 这里用小写就表示 这个数字会随着时间改变 不是一个常数 小写就表示它 它是一个变动的 当它传到这边来的时候 传到这边它有一段时间 它传到这里 这个是同时间 同一个时刻 这里是I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它的位置变了 它等于这段 等于这个地方 这个Z是指前面开始算了 算到这里是Z 再加上这一段就是Z加DZ 它的电流 这个也是这一端的电压 它就是等于Z加DZ 因为它多了这一段长度 T 我们现在就用克希合乎 不是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参数 这些参数说明一下 二 单位长度的电阻 两个导体一起算 单位长度的电感 也是两个导体一起算 因为它这个串联 单位长度的电导 这个有问题 这个当中空一个 它这个PowerPoint就写成这个样子 它的单位是 Siemens per meter 电导 那这个电容呢 就是Fera per meter 单位长度的电容 好 现在我们用克希合乎 电压定律来看 克希合乎电压定律 就是说 你从这边 圆着这个路径 走一圈 又回到这里 它的总电压要等于零 总电压等于零 也就是说 你从这边回到这边 你上升多少电压 就要下降多少电压 所以我们看这边 是VZT 好 往这边来 电流经过电阻 会产生一个压降 就是RΔZ乘上这个 好 电流经过电感器 它会有一个EMF 有一个质感的EMF 所以它的大小就是等于 LDI over DT 乘上这个 ΔZ就是这个值 电感 各位在前面 我们第九章 讲过 然后 这个就是它的压降 降一次 再降一次 然后呢 它现在就要从这边过来了 或者从这边过来 就给占了一个压降 这个压降就是 VZ加ΔZT 等于零 这一圈到这里 这里就没有压降压升了 等于零 这就是科西赫富电压定律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颗这项 负号提出来 就变成这个 减到这个 然后大家都被ΔZ来除 那这两项 那这两项搬到这边来 它是剩下R IZ 再减到L PARTIA OVER PARTIA T 如果这个时间 长度 我们是取一个DELTA长的 一段线段 如果这个分得很细 DELTA Z 很小很小 Approach is zero 就是无限的 趋近于零的话 那么这一项就等于 PARTIA V OVER PARTIA Z 这两个 本来是DELTA V 变成PARTIA V OVER PARTIA Z 这个不动 这个就变成 这个还是不动 变成这个式子 科区和服电压定律 我们就得这个式子 再来我们用科区和服电流定律 电流定律就是说 你找一个节点 通常都是找这个三叉路口 这边有电流进来 这个有电流出去 这个也有电流过来 三叉路口 那这个节点的总电流 就是流进来的总量 要等于流出去的总量 这就是科区和服电流定律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里 这个地方流进来的电流 是这个 从这里流进来 又流进来 到了这里 就是假定 我们假定说这个长度 就是Z加ΔZ好了 它就等于从这里流过来的电流 这个流过来的电流 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经过capacitance 一部分是经过这个地方 capacitance 它就是等于C partial V over partial T partial V over partial T 称上delta Z 就是等于这个 这就是电容 称上partial V over partial T 然后这个 这是电导 这是电导 电导就是从这里流过来的 电流 V称上电导 本来应该V over R才对 就是从这里流过来的电流 然后加上这个电流 流出来 我们流进去当着正 流出来就是负 然后从这边有电流流出来 又简单一个 I Z 加delta Z乘上T等于0 就是这个电流 等于这个电流 加这个电流 这个就是经过这两个的电流 然后我们也一样 把这两个合并 被delta Z来除 这两个搬到那边去 被delta Z出它就是 7V C partial V over partial T 那么现在我们又假定 这个Z approaches 0 这个就变成partial I over partial Z 要等于这两项 好 那么这就是由 Curture of Current Law 得出来的一个式子 以上 这个式子 跟前面的这个式子 一揭 一阶 为分方程 我们称为一般传输线的 传输线方程 一般的传输线方程 一般的传输线方程 那现在我们假设 真正的V跟I 这是Time Harmonic Form 假如这个是Time Harmonic Form 那你这个Time Harmonic Form 就可以写成Facial 乘在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Facial Form的电流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把这两个 这两个带到 我们刚刚导出来的 这两个式子 V带到这里 I带到这里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式子 因为两边呢 都有Exponential J Omega T 脂肪都约掉了 所以它只剩下 Facial Form 那么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有Partial over Partial T Partial over Partial T 所以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写成Operator J Omega 所以 左边 右边是R 我们把I 它的Facial Form提出来 R加上L 乘上J Omega 这个也一样 就是 Di over DZ 负的 等于 G 这个也是用Operator Partial over Partial T 用J Omega带进去 就变成这个 变成这两个微分方程 这两个微分方程 因为它是用什么 你看它现在 本来我们是用这个 跟这个 来表示 现在改成用这样方式 那就表示说 原来我们的V跟I 都是Time Harmonic Form 所以这两个式子就称为 Time Harmonic Transmission Line Equation 就是说你这个 传输线方程 我们现在用它的 时鞋的 电压跟电流 用时鞋状的这个形状 好 这个是 得了这两个 好 现在我们呢 刚刚那是一段 对不对 取一段 把这个式子列出来 我们现在假定 你这个传输线 是无限长 电压波跟电流波 在无限长的 传输线里面传播 等等我们会讲到 这个就好像是 我们前面讲的 前面讲的 这个平面 电池波 在无限大的 介质里面传播的情况一样 我们有这个式子 刚刚得到这两个式子 对不对 好 这个可以得以下这两个式子 就是说你把这个 这两边 再对Z做平方 这个就不是 就D平方 V over DZ 平方 这个就变成 DI over DZ DI over DZ 就用这个带 就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都是V了 都是V了 这个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 对 两边对Z 来做微分 这里有个DV over DZ 你就把这个式子 带进来 就变成这样子的 那这个里头的 伽玛平方 它是个负数 它有实数部分 有虚数部分 它其实它的值 从这里 你看 本来有这个 你把partial I over partial T 用这个带 就多乘一个这个 对不对 多乘一个这个 我们就另 括弧里头 这两个相乘 等于伽玛平方 所以伽玛就等于这个值 它的单位是per major 伽玛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propagation constant 传播常数 那么它的实数项 我们称它叫 衰减常数 虚数项 我们称它叫做 像常数 你看 这个就好像 平面电子波 在无限大的介质里面 传播 情况一样 好 那现在我们就 解这两个式子了 你把这个式子解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坡方程 伽玛平方 就是我们刚刚 讲的这个 根靠里面的两个 过湖相乘 它可以等于 就是说这一项 这一项也是它的解 单独这一项也是它的解 那么因为它是linear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两个都是它的解 单独都是它的解 这两个字和 也是它的解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实际上呢 你如果是无限长的话 它只有一个 要不然就是这个 要不然就是这个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解 有这两种可能 电流也是一样 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无限长的话 就没有反射 其实这个就是反射 这个是朝正Z方向传播的 不 这个是朝负Z方向传播的 假定这个是入射 这就是反射 无限长的话 没有这个 所以它只有这一项 或者是电流只有这一项 或者只有朝负方向传播的 电流 电压电流 我们现在把这一个值 无限长的 传输线 它的解 电压的解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 带进去 那么 这一项 就是它的 对Z作 为分 它就是 负 伽玛 负伽玛V0 但是这里有个符号 负负得证 但是V0 乘上这个 又是V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写成 伽玛乘V 伽玛乘V 它是等于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而这个呢 我们就用 这个来带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系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系 这个就是朝正方向传播的电压正负 这是从Z方向传播的电流的正负 这个笔值 这个笔值呢 我们可以从 从这两个来看 你把这个除过来 V 把I0除过来 这个约掉了 伽玛乘出过来 就变成这个 我们就令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Z0 Z0是什么 因为它是电压跟电流的笔值 所以它就是一个 impedence 而这个impedence 是这个传输线 所特有的 你看它 只是跟这个传输线的 参数有关 跟frequency有关 当然你不同形状的 传输线 这个值就不一样 但是同一种传输线 总是跟这个有关 跟线的长度没关 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 这个传输线的特性主看 传输线的特性主看 同样的道理 负的是等于这个值 像负方向传播的 它是V0 overI0 也是等于这个 从以上结果知道 无限长的传输线 从任意位置 Z的电压与电流的笔值 就是任意位置 电压跟电流的笔值 跟Z无关 你看它是一个常数 Z0就等于这个值 你把Gamma 用根号 这一项乘这一项 带进去 Gamma 那跟这个 约到一个就变成这样子 OK 那这个 你看它可以写成 Gamma分子R 加J Omega L 这个可以写成 Gamma over G加J Omega L 实际上这两个 你把Gamma带进去 它就是这个值 Z0你看 只跟这个有关 是跟这个 它的参数有关 这个Z0 我们就称为 传输线的特性主抗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特性主抗 有这个式子 以及Gamma 你看 Z0是 只跟参数有关 Gamma也只跟参数有关 我们从这两个式子得知 不论传输线 是不是无限长 这里没有告诉你 传输线 是不是无限长 Gamma跟Z0 都是传输线的特性参数 它仅仅跟这个参数有关 还有Omega有关 就是你使用的频率 而与传输线的长度 没有关系 所以你看这个 从上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 你看我们在耗损的界电子中传播的均匀平面电子波 但这个很类似 均匀平面电子波 它是E over H 这就从Eta0来表示 Eta0就等于什么 Gamma根号 Mu over Y 只是跟参数有关 Gamma也是一样 Gamma 在均匀平面电子波里头的Gamma 它也是 只跟这个参数有关 所以传输线的波方程 在耗损界之中 与在耗损界之中传播的均匀平面电子波 极为类似 非常非常的类似 我们学了这个电子波 尤其是正向入色 那些在这里传输线都可以用 所以我们传输线 讲起来应该是特别的轻松 因为以前用的东西都可以用 好 现在我们做一个 比较传输线方程 跟耗损界之中传播的 均匀平面波的方程 传输线方程是用电压 电压波跟电流波 看到没有 这是朝正方向传播的 朝负方向传播的 这是电压跟磁场 不过就是 在平面电磁波里面 电压跟H压是向量 所以它有X分量 有Z分量 因此它有所谓的偏正波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什么方向 好 这两个比值 就称为它的特性阻抗 好 这两个比值 我们就称为 这个传输线的 固有波阻抗 对不对 固有波阻抗 好 伽玛 是等于这个值 那在均匀平面波里面 伽玛是等于J omega 根号 μ 称上 ypsu 非常非常类似 非常非常类似